哇 人真的好多 感觉自己来错地方 怎么你拿着这个榴莲呢 本来想说来到澳门这边呢 拿我们的这个黑色跟葡萄 看有什么火花啦 可是我觉得人这样多 你看 要找人家帮我们加工 真的不简单啦 怕等一下有人创到我的榴莲 人家看着我拿榴莲应该会跑 哎呦我的天啊 我们那里有个找葡萄 这边有一家 这边有一个葡萄 这个葡萄可不可以加榴莲啊 这个葡萄可不可以加榴莲啊 这个男女吃一盏榴莲 如果玩师傅走啊 这个葡萄可不可以加榴莲啊 这个葡萄可不可以加榴莲啊 没开啊 我帮你开呢 买一个了买一个了 玩这个地方可以和师傅一起走啊 这个有没有啊 这里人太多啊 我看没有商家愿意帮我加工啊 哦还是商场里面比较凉一点啊 诶 这个也是卖葡萄的 我看这个阿妈的脸比较紫香一点 我看这个阿妈的脸比较紫香一点 找一下阿妈看有没有 里面就是卖葡萄了 师傅 我想问这个葡萄是否你做的 那你吃不吃榴莲啊 吃 好喜欢这个 这个盒子给你 帮我搞里面 教我一起走行不行 没有办法啊 可以啊 像上规了 就是有求必应的 有求必应的 有求必应的 行了 好的 好 首先我们切这个塌皮 朋友是防止它在这里黏模具的 每一道工序 所以我们都是要很认真去做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捏了 接着呢 两边开 开始把它按起来 这样就完成一个 完成的葡萄了 搞定 哇 这个很漂亮啊 这样啊 可以啊 这个 师傅开始了 好漂亮啊 加入这里 再加下去 好 你会开 你开吗 你开 没事 好转业啊 这个是黑漆 好漂亮啊 哇 我们先把它 那个纸喝出来 嗯 那我们需要的是把它打成泥嘛 嗯 哇 将那些楼梨肉放 然后积袋 然后积下去 我们可以积 这个好乖哦 黑漆哦 是啊 这个是刚才我们做的 鱼杆 那些口罩都闻到吗 然后我们浸呢 啊 很疗愈啊 那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入锅了 哇 哇 这个就是用两袋一瓶的黑漆做的了 啊 这就是你昨天做的啊 是 亲手做的 亲手做的 哇 黑漆走开 我本来以为高温了过后 那个黑漆的味道吃不出来 可是这个真的还能感受到 那个黑漆的那种香气 跟那个甜度啊 好吃 好吃 我们说好吃不酸的哈 我们拿去 温一下路人看好不好吃 啊 这个是哥哥亲手做的 榴梿 烤炭 好吃吗 榴梿味好浓啊 好浓啊 来试一下 对对 我们里面放的是这个 马来西亚黑刺榴梿 榴梿肉 味道怎样很合适啊 这个酒也配很多 还可以 那榴梿肉还是这么多的 是 要我们看别的肉 可以吗 味道可以吗 那尝一个吧 试一下 无塔拍完了 真的今天很开心啦 可以跟师傅学到这么中的澳门普特了 那么希望说下次真的有机会 跟师傅一起合作 推出这个黑漆普特了 马来西亚 不累不累 刚才会 偶送你 可能 有点 试试 试试 谢谢大家